昨晚前来咨询的人就很多 今早现场已经有几百号人了 目前 新盘认筹名额已经没有了 但还可以加号9月2日 位于北京朝阳望京片区的某楼盘首次开盘 2日早上 当该售楼处 一位销售人员称 昨天晚间 任房不认贷政策刚落地不久 开发商已通知售楼处要撤回新房折扣力度 1日晚间 北京住建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称 从即日起优化北京市个人住房贷款中 住房套数认定标准 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任房不认贷 楼市新政刷屏朋友圈 市场也开始流传一些楼盘 告知客户要提前收回折扣的消息 虽然这些传闻真假尚未知 但也搅动了一些潜在购房者的情绪 社交平台上有关楼市的看多或看空气氛也愈加浓郁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房地产专委会主任王叶强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当前楼市信心不振 政策鼓励居民加杠杆买房 作为居民家庭 需要量入为初 适度控制加杠杆的风险 此外 居民杠杆的过快上升也可能带来风险激距 以及抑制居民消费增长 因此 相关部门也需要注意控制居民杠杆的过快上升 毕竟房住不炒的定位依然还在 中介的变化 昨日 当任房国任贷新政在北京执行后 首先不但定的是开发商和中介 其次是当地改善族 刚需族则相对冷静 以前数某项目为例 一名望京片区房产中介告诉记者 虽然该项目包含75到100平方米的小户型 但由于开发商旨在打造高端洋房 所以此处新房并不一定适合外地青年人 在京首次置业 相反 对该楼盘感兴趣的更多为一些 有着更高住房品质要求 养老和教育需求的置换群体 中介的电话来得比新闻推送还快 一名在国贸附近工作的90后北漂 小王告知记者 去年11月北京东南部五环沿线的台湖 马居桥两地官宣解除通州地区的最严双线政策 彼时打算购买昏房的他曾一度去往当地看房 并在多个售楼点中介处留下电话 沉寂了快一年 昨天开始中介们又开始狂轰乱炸式地打电话 我和爱人都接到了不少 但仔细折散一下 那边新房比去年时优惠力度少了几个点 意味着总价高了 现在首付固然可以减轻一百多万 但未来几年环贷压力会加大 还是等等看吧 小王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西北五环外 昌平区某房产中介告诉记者 按照北京现行的普宅 非普宅标准 五环到六环单价不低于3.168万元每平方米或总价不低于374.4万每套 则判定为非普宅 昌平区新房基本均属于非普宅 9月1日前 全国范围内有贷款记录的购房者非普宅首付比达到8成 这压抑了相当比例的刚需和改善族 在认房不认贷落地后 观望已久 打算卖一买一的改善族率先活跃起来 由于昌平区新房和二手房存在明显倒挂 改善族大多涌入了新房市场 认房不认贷及居民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 家庭成员在当地名下无成套住房的 不论是否已利用贷款购买过住房 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按首套住房执行住房信贷政策 在近年来执行认房又认贷的城市中 经乎两地二套房认证标准最严 即全国有住房贷款记录的 无论是商贷还是公积金贷款 以结清还是未结清 均计做一套 此外 由于一线城市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房贷利率以及相关税费普遍高于二线城市 认房又认贷政策给当地换房群体带来的资金压力更大 对比新政前后对于无房有贷的北京购房家庭 此前普宅货非普宅分别可贷40%和20% 9月1日起 分别可贷65%和60% 刚需市场相对冷静 除了购房者心理预期外 可能也和市面上小户型房源相对紧俏有关 因为刚需户型房源有限 一些开发商会对购房家庭的购房资质 首付分期情况等有更严格的评估 即便是改善主根据该名房产中介描述 在昨日晚间接待的客户中 新客户占比并不多 而在老客户中一些是之前付完定金 赶去签购房合同的客户 另一些是问询如新政有网签之日 还是银行放贷之日算起等政策细节的客户 一名朝阳区链家某门店房产中介对记者分析称 近年来 北京楼市改善型需求成交占六七成 此前 二手房贷押过货政策 已经将连环单的交易周期大打缩短 在认房不认贷执行之后 卖一买一的客群将会是开发商的主要争取对象 他进一步举例称 如果一个家庭目前在京拥有一套700万元的二居士 该家庭此前换房的预算总额可能在850万元 认房不认贷落地后 这个家庭可待空间增加 或许会转为购买总价在1000万元以上 负行更优 品质更好的产品 这对于拥有品质型改善住宅项目的开发商 无疑是一大利好 随着销售预期提振 宣布提前收回开盘折扣的新房项目并非孤立 二日早上 第一财经以购房者身份 致电某售楼处接电工作人员称 今日起 开盘两个点的折扣已全部收回 并且77到90平米左右的小户型房源已基本受刑 如果你确实想购买这种户型 并且可以在7天内交完20%的守护款 并承诺可以尽快交其剩余守护 那么 我们可以协调清费此前守护余期的客户 该名工作人员说 二手房业主心态分化 对于不少考虑卖一买一的置换群体 卖房是换房的第一步 一日晚间 北京任房不任在新政当初 前述朝阳区房产中介对记者表示 当晚 我们就加班联系此前曾经咨询过挂卖二手房的业主 现在可以出手了李女士是昨晚接到房产中介电话的业主之一 他告诉记者 他在朝阳有一处三室两厅的房产 一个月前 他曾经咨询过中介二手房销售情况 当时中介建议其降价6万再挂牌 而就在昨夜 中介又反过来劝他可以高于近期成交价挂牌 由于李女士只有卖房需求 并不打算再经再支购一套房产 他打算等这阵子该区库存消化了一些再挂牌 而在朝阳另一处2000年左右建成的小区 记者从该小区业主和房产中介处了解到 二手房房东间的心态也存在分化 目前小区整体挂牌房源价格没有涨起来 还处于一个低点 比如一处120平方米左右的挂售房源 5月份刚挂牌时是865万元 7月份降到842万元 两个月降23万元 昨天新政执行后 业主没有提出涨价 但可能进一步溢价的空间不会有了一名负责 该小区二手房销售的房产中介对记者表示 另有一名房产中介告诉记者 新政发布一个小时后 一个刚刚挂牌不到半个月的业主 选择将房源从中介平台上撤下来 业主预期便乐观了 除了着急回房换房的业主 可能接下来几个月 二手房挂牌价会成整体回升态势 一名今年二季度才将手上房源卖出的该小区业主 则对记者表示 虽然有点可惜低点卖出 但目前该区域内同质性房源多 二手房挂牌量大 加之该小区住房房龄较老 估计涨价幅度不会太大 由于子女在外地工作 她上半年将这套在京唯一一套房产卖出后 并没有打算在在京买房 我现在在小区内租了一间主卧 等退休后就搬去和子女住 新政落地前 北京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超过15万套 新政落地后 预计二手房挂牌量短期内还会进一步增多 成交量能否在接下来进一步回暖 决定了价格会否止跌 但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 前述通舟房产中介对记者坦言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 8月份北京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03% 但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22% 已连续四个月下跌 对于还未出手的二手房业主 是否意味着将措施第一轮换房机会 前述通舟房产中介表示并不进然 她说 目前一些客户选择同时看新房和挂兽二手房 当其看中合适新房后 会选择先缴纳新房定金 等到二手房卖出 贷款也通过抵押过货结清后 再继续完成新房购房流 我照顾不往前连续完成新房购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实际 转发 您在这边 就请悔悟浸出